新聞一開始來看到這個恐嚇的隊伍長民 發生在火爛鄉 不然對的環境說在隊伍一名洗臉的特品通一番 哪會知道這個閒門是真感聰明 車丹的人落袍 警方要買幾百公尺 剛好說樓賓一名新宅關大180公分的民眾 看到AE20公分的拍度 按一頭前一直走過來 是這樣出手一顆 當中和新宅滴滴喊的臨死懸寬到抓起來 幫助警方順利抓著人 他過路口感激起 這名被警方落在走的臨死懸寬突然間被人抓起來 在追捕當中 我們的路人有跟警察示意是不是要抓證的 又看一次 雷神的民眾身材真勇敢 看警察在抓人 180公分的雷神民眾 一出手就只有160公分的臨死懸寬抓起來 在我們警察追捕當中 因為在那個路口剛好一位熱心的民眾看到警察在追捕 然後在嫌犯往他那邊跑過去 他有跟警察示意說是不是要抓這個人 警察也跟他揮手說是 然後那個嫌犯跑過去 他利用他的身材跟慣性直接把嫌犯拉住 然後跟警察合力把他壓制在地上 警方表示 台灣最漂亮的風景就是烈心的民眾 科學這名烈心的民眾 在協助警方後後的離開 到目前也沒找到人 警方也希望這名烈心的民眾 可以憲心再受標誉 大衆瓦新聞 中西梁中華 蔡宏寶東